这帮拿枪了 还没换子弹 先往后跑一下 打两个 这就是有步枪的好处啊 是的 这一波还好是永远最后一发是打出了暴击命中的头部 否则自己也有会被击倒的一个风险 对 其实它风险很大的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灰灰它手上也是一把AK 只是它这波 这波 因为在游戏的初期很有可能就是你 先来看一下这一波 这个过点 这一上来 幻神先拿到了Ninja的分数 很明显就是一个信息的买尾 这一波的话牛海比从试城里面出来之后想上这个土坡 藏语局这两支队伍的话也是在北边招火 结果无意生还 非常的刺激 对 现在打架也很难保一个满边处的 大家枪法团战效率都 哇 这波一批的主要是只有阿伟一个人在进点 直接被天鹿给补了 天鹿也是在不停地追分啊 因为它现在其实跟Ninja的分差很近 但是发力的点是跟CG差不多都是利用 孙小阳 这里是不知道近点有人吗 完全没有看 一个人冲过来 Summer很不客气地拿下这个分数 是的 然后这边鸣的话是被迫停车 直接是被萨萨给带走 你看 说什么来什么对吧 因为Pero去的那个角度正好是天鹿 他在进点的五经五险 刚刚如果DT这个司机脾气再硬一点 估计换神就在半路被嘎了 是的 完了 112 要被埋了 进点灵墙 不知道 完了这个侧身 哎呀 就是想不到 就是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CDG在这个圈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视野观察位置 挂在圈边的位置 还有人在站着 居然还放了一个照片在看啊 DT跟Ninja Happy最终还是要交手的 周平原先出枪一把AUG 放到了Ginboy 今天妈妈还有人 对 我在等 好稳重 一颗闪 制造了自己没有被白的一个现象啊 假象 哇 哇 这波 这波真的好滑的操作 幸运就会周平原穿掉了地去 哎呀 我只能说啊 DT这波两人的 就是目前分数很接近的 这前列的几十队伍 F2果然 DDT 高星这个位置应该是知道的 他刚刚应该看到了这个信息 直接攻楼 而且DT 要打 61 61现在反而很危险 就现在是可以两边枪线 打61的 Lost的出枪 打掉61 外围支援没有用啊 现在DDT 是的 因为高星的话 他在楼梯的内部 所以说对于外围F1整个布局 是不是特别清楚的 这个时候 我感觉DT如果再开车过来 枪 打 就是 对于他来说就等于 可能是一个一个送 我高星防区内也被解决了 没事 补枪 有队友补枪 还有一个 没问题 柏梁这里顶住最后的压力还可以扶 近点没有人 没有人能劝架 拿下 先拿下这次分 是 F2控的这一块 它是一个弱侧 刚刚唯一的威胁 就只有DDT 现在F2把它解决掉 然后New Happy也不可能说一个飞跃 对吧 一个瞬移土盾 然后蹲到F2脸上 对对 它本身就是也是偏中心的一个分采 是的 New Happy这把的打法应该是为了博中后期的分数 以及更 是 哇 这个圈是一个圆形的切脚 盲猜下一个圈 左上切 是 因为它左下 右下 右上 是不是该轮到左上了 嗯 赶紧点 交往 教理学来讲的话是这样 调侃一下 开个玩笑 我也不知道圈怎么上 先看静点这一波战斗 交扬已经的放倒了 CTG CTG这边的话 要赶紧扶下自己的队友 天如要铺这个烟道 怪一下雷火的道具 蒙可以往前去压不给对方任何的操作空间 前顶坡 看一下没有雷散的一些道具 哇 这波的话 SASA这一个快枪啊 直接是把蒙给给点打得不掉了 就等于现在CTG两个近点的威胁处理掉 但是旁边要小心 旁边的话 SMS和YLG制步战斗正好是缓冲了一下 就天路 让它稍微缓了一下 对 小红这个位置 已经是靠近了红装房的一个位 点位啊 近点位 嗯 整个CTG阵型是被撕裂了 对对 因为它本身一开始就 对 人与人之间间隔是比较远的 我需要从这一期呢 就是抱头机到无微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战 拖时间 因为这边尽可能要保一个三人编制出来 很准 王沙沙 把SASA也放倒了 SMS和YLG的战斗还在继续还在持续 两边其实是距离 嗯 两边都是要从这个方向去进圈的 玩要进那边的话也差不多打完了 也要往天路这边去看 天路如果要扶人的话 自己的背后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时期 车的外围 呃内内部直接拉出来 去收了一些蓝圈边的分数 对 因为它现在这个位置视野比较好 它可以把SMS夹了 好直接k 直属手再拿两个先先拿两个人头 好 好 近点啊双方护道 但是现在天路只剩下了SASA 厕所还有一个17 近点的一打一 但是最后的话应该 17已经赶过来了 现在17 哦 这一波17的话 它其实 啊 那这样打完了之后 17整个总要讲的 烤鱼 SMS的独狼 哎呀 刚刚说到烤鱼 烤鱼就把小鬼这人头补了 但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位置 是的 呃 那下的话就会有MCG啊 MC对于实际的信息 应该掌握的比较全的 它很有可能直接 得转攻到牛哈皮那边的小缓扑 虽然说那边的小缓扑 也会吃到JFI那边的压力 但你从这一侧去走的话 真的是走不通 啊 你看现在要看小九的位置 底坡两个高坡两个 看配合这么看配合 看枪 对 又雷了 把高点比台 是的 哦直接开车 开车先被扫一个老橘 龙斯哥的车 后续小九 确实这个位置的进线角度是有点难的 来了吗 又是一枪暴头放到龙斯哥 哇 太难度确实太高了 这个角度 他主要是从那个高坡走的话 他也担心自己更头顶上的枪线 会不会干扰他们这波战斗 所以他选择开车 往底坡拉 总体来说 这波架真的是F2的烈士架 真的是烈士架 是的 这位置再是一颗雷就要没了 好了 很绝望 动都不想动了 看到这个雷进来的一瞬间 不动了 不动了 就没办法 这后点位肯定是有雷火的 不要折磨我 让我死 杰弗爱这边的话 也是吃到这一个人 呃这个点位 刚打完架 人数应该不多 直接过来把这个点给夹了 四清一 哎呦 这里的话崔七一颗手雷 是把素酒给炸倒了 就是下不去 那天霸呢 只能利用雷火的道具 造成一个击倒 那正好造成一个击倒 天霸打两人力行 就要压挺 金眼再来 旁边小北 只有小北一个独目难知啊 崔七一 和小唐两个人合力 是淘汰掉了时机 是的 而另外一边悟空去 对 倒两 只剩下的难道呢 现在 这个位置的话悟空 只剩下最后一 就现在是白罗马 没有去服御 那牛海比肯定是要把悟空 这个位置给卡死的 两个人集体压过来 知道白罗马的站位 投资物还很多 过来压进 直架 没什么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嗯 所以波经理出来之后 但是牛海比截止 杰弗应该跃不过这个坡 先用载具 到这个大石头后面 哎 蓝博的车把912个放倒了 但是一个石头够大 可以服 反正厕所里面丢雷丢不进来 MZG的角度反正非常的刁钻 他非常想把这里 哇 哎呦 那个石头 总来把这里吃 拉 我们911 鬼鬼 没有见到对面的人 直接利用手 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时间段 看能不能打 波 放倒一个 唐弟弟 南南 他补不了 底下 有吗 哇 完了 完了 被限制了 完了 被限制了 七七 吹敲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 扶不了了 完全不是一了 蓝圈已经来了 扶不了了 他又没 哇 这是被蓝波的一个相线 七伏爱 保了一个满面下来 最惨的是天霸 天霸 只剩下最后两个人了 是的 这一波让JFY给忍到了啊 另外三方 另外两方交手 JFY就有巨大的一个人数的优势 但是MCG更靠近于梅花庄 MCG也抓到了 就是他在这个厕所里面 知道周边的人 对他没有办法造成威胁 他再往前走的时候 蓝圈逼近的时候 他也没有什么掩体 和天霸 差不多 不好说 现在就不好说了 但是 小童子 讲死童子 给他零数啊 但是现在天霸的 烟雾弹和手雷的数量 并不是很多了 哇小童子 这三倍的招 好猛的枪 哎呦 这个手雷炸了 Summer半血 这个手雷就是为了防止Summer 过来打JFY的一个侧拳 这个雷 防守雷做得还相当不错 这个一球 这个抱负的载具 眼底Summer可以利用一下 这个载具翻的也太好了 JFY这个坑的位置就完了 被夹着打 唐龙顶住了 把零数先放倒 那是蓝圈来了呀 哦天霸双接被处理掉了 Summer 会不会多少推进 一打一 一打一 三极堂有优势的 阿童们还有道具吗 如果有道具要抛一下的 阿童们要往前动 现在还有四季马路 Summer又是更 很大 再 挡一下子弹 再伏地再伏地 就看最后一发暴击 但这边的队口上 还是Summer 更有优势一架套 应该赢了 应该赢了 恭喜 MCG 六个淘汰成功吃鸡 这场比赛 Summer独狼吃鸡